我们认为今天工商界的困难,政府绝对无欺责任了,替他们解决 但是必须要具备正当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解决的钱啊,就是只能够用到工的身材上面去 你不能够做其他用处 否则的话,我们拿工家的钱走冷静,让少数人发财,我们不能够做的 昨天晚上睡觉了之后,我相亲我在六岁的时候,我的祖母,她给我两个碗,两个同伴 她说,买一个同伴的酱油,买一个同伴的粗 我就到门口,我跌了一跤,我都忘记了 到底哪个同伴买粗,哪个同伴买油呢,回去问祖母去,你这个人怎么笨啊,还是一样的嘛 在春日出,酱油是酱油 我们现在工商界的人啊,他拿买酱油的钱去买的酱,买出的钱去买的酱油 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话,我发财是自由的发财 用钱是自由的用钱 但是,发财,债钱要增荡 用钱要切当 所以我认为,债钱要增荡,用钱要切当 不然的话,他亏了 国外系上那个仓 这里有公关,仰王 家顶有佣子 困难攻击,困难攻击 快结果,快结果 不结果的话,明天保持的时候 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已经小可了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知道得很清楚 谁在那里干什么 谁在那里搞什么 有复辟的安置,我们一定办 蔡少民安置我们也办 西德安置也办 凡是外国的人 我们都要办 但是希望工创建的人 要抵抑到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 我们说要顾到全民的生活的安定 全民的国家的稳定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政策 今年这一年的浓烈的发展 只恒还与我们的理想 最乃至的一点 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兴奋的 就是到日 执张拆除免协 贷款 该农民 就不要理解贷款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反对 说这个免协贷款啊 将来收不回来 到今天实施证明 继续的祷告 免协贷款 收贷的已经到了 百分之九十七十五 这个农民的最终受信用的 一种经认呢 实在是令人清美